在It's Michael 第七集 阿農他們進行了一段相當精彩的演出 不過這似乎不怎麼吸引人 因為被跟後面所有的經驗名言搶走了跟頭 雖然所有可能不理解 不過我想說的是 如果沒有演奏 Haruki Kake 的話 那這次演奏大概就真的沒救了 前面的中中超速、中中失誤 真的只有尷尬兩字可以形容 聽到這裡或許許多沒有入坑棒棒的觀眾可能會說 顧面你也太故意為黑而黑了吧 他們翻的錯誤都是一般劇團新手會翻的錯誤 沒什麼大不了的啊 我想說的是 我們不能以現實練團的標準來看 畢竟是幫多利的企劃 我們要以遊戲內歷屆樂團的表現來比較 比較而言 或許此次Michael犯的錯誤不是歷來最嚴重的 不要論最尷尬 是排得上前幾名的 接下來我來舉幾個例子 那麼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開始囉 像講講作為經典所有幫友就算沒看動畫也一定聽說的小猩猩事件 當然如果你是因為Michael入坑而不了解 那就當知識補充吧 事情發生在本篇的第一季 一天 卡斯蜜拉在艾莎信之伯伯的去Space看Life 關於Space你可以把它當成專門給新手團體演奏的一個Life House 同時也是啵啵啵發機的地方 好回到正題 正當他們看著靜心按時辰表已經要輪到低密姐姐組的樂團 也禮她過去卻遲遲不見人影 原來她的姐姐去校外教學遇到颱風延誤回來的時間 如果沒有辦法即時趕到開天窗的話 歐納就會禁止他們以後再踏入Space 其他上場的樂團也真的夠義氣 想盡辦法MC拖時間 但是可能颱風真的太大了 一直到最後一組演奏完畢 低密的姐姐還是沒有來 就在大家絕望的時刻 我們的主角卡斯蜜想出了一個非常絕妙的點子 直接上台二話不說開始唱小星星 這個人唱不過癮 把旁邊的Aysa拉過來一起唱 還給她相伴打拍子 就這樣無限循環 唱到第四遍的時候 低密的姐姐才終於趕上 然後Glita Green馬上把樂器都調整好 和卡斯蜜再唱一遍小星星 這比尷尬虧尷尬 不過還是要給個卡斯蜜Respect 其實看得出來她在舞台上也是很害怕 但還是為了低密做到這種程度 而且這一唱讓低密順受感動 決定在日後成為Popeepa的一員 喔對耶 兩樣日後在沙克的主要成員都認識她 看了這個黑歷史洗不掉了 在Space有這樣的規定 要通過Ona的審核 才能夠站上Space演奏 卡斯蜜他們以此為目標 希望能夠通過Ona的試鏡 不過卡斯蜜的熱情 在一次和Ona私底下接觸時 遭到無情人批判 稱她看不清楚自己和他人 自己在樂團內是墜落的 受到這樣的影響 卡斯蜜的玻璃性 我是說心情大受影響 而且適逢Space即將關門大擊 有著剩下為數不多機會試鏡的壓力 卡斯蜜更加努力的練習 其結果就是 在試鏡當天直接唱不出歌聲 嘿沒錯 壓力型師聲常見症狀 當天的試鏡Live直接變成去人聲KTV Live是結束了 不過慘劇還沒結束 卡斯蜜經過幾天的調養後 好不容易又能夠講話 興高采烈的跑去要和艾莉莎他們在倉庫一起練習 結果壓力型師聲復發 五人就這樣大眼瞪小眼的 卡斯蜜只好尷尬的離開 故作堅強的請艾莉莎他們先練習 自己崩潰跑到公園痛哭 察覺異重的艾莉莎他們趕來 你以為等到的是安慰嗎? 由艾莎、七薩頭、伊布、Maya和Hina 組成的偶像樂團巴斯巴雷即將出道 不管是艾莎他們或是經濟公司 都是喜聞樂見的事 不過由於主要經營方向為偶像 而非樂團的緣故 經濟公司安排他們出道Live時 以對嘴的形式演奏 也就是說除了不好處理的鼓聲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錄製的 艾莎和伊布相當有意見 不過最後還是遵從公司的規劃 結果巴斯巴雷最重要的日子出道Live當天 艾莎他們開始演奏第一首粗暴曲 結果到一半錄製音好死不死突然故障 艾莎他們對嘴直接被拆穿 現場真的除了尷尬就只認尷尬了 觀眾議論紛紛的時候 艾莎緊張到說不出話 最後還是由七殺頭MC救藏 說什麼我們還沒準備好之後會繼續努力 請繼續支持巴斯巴雷之類的歡話 Live就草草結束了 那麼當然這件事最大的責任 就是要歸待經濟公司的頭上了 艾莎除了射死外 成為偶像的夢魘因此差點破滅 Ban駿變成君Ban 前面講的三個事件 都是在舞台上發生的尷尬場面 不過接下來這件事 只是慘到連在舞台的機會都沒有 事情發生在本片動畫第二季的時候 歐泰心血來潮想要修煉自我 於是到七美竹馬雷伊德樂團 拉斯當支援吉他首 那個時候 撲皮趴在文化界有演奏排成 而且還是歐泰主動說要的 然而當天的行程 卻讓拉斯的Life有所衝突 歐泰想要兩者兼顧 於是Alessa發動學生副會長 貢權力 請學生會成員幫我們 把撲皮趴的演奏順序擺在最後一位 那麼這樣看起來 應該是萬事如意心想事成了吧 本來應該是的 不過當天拉斯由於演奏過於熱絡 Too Too連續回應三次暗可才結束 最後歐泰匆匆離去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想 ㄟ?歐泰這個吉他手不在 但卡斯米可是主唱兼吉他 四個人硬著頭皮上場 還是勉強撐著過去吧 原來我們的卡斯米相當重情義 聽到歐泰在趕來的路上 連媽跑去接他 現在徹底把POPP的退路全都封住了 要嘛就是即時趕上文化LIFE 要嘛就是直接開天窗 結果當歐泰和卡斯米推開演唱會的大門後 看到黎明他們在舞台上 只不過手上拿著的不是樂器 而是清潔會場的用具 對,他們開天窗了 在前面的小星星事件中 卡斯米上台時還有緊張的成分在裡面 不過這次的當事人倒是很樂在其中 他就是我們邦記了自嗨狂魔 微笑桌茶員 Turumaki Kokoro 在當年還是高一的他 一如既往的找樂子 版路上看到問路要賣鼓的卡納 二話不說拉著他 要他用鼓打牌子 自己就在原地開唱 重點是 當時他和卡納完全不認識 但是車站前聚集越來越多的人潮 怕要社輔的卡納也快哭出來了 他們就這樣在車站前繼續進行二人合鬥 一旁路人們儘管覺得意外 但還是給出正面的評價 看到這裡我只想說 只有我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還有一位無辜的卡納 一次 拉斯要去修達里參加TOKYO AR音樂祭 得到最優勝的樂團 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Live表演 我們偉大的製作人ChuChu 甚至將此稱之為 開創拉斯時代的一大步 看了預賽名單 要共演的對手 是在吸引Chuku附近的Live House 相當有影響力的巴流哈拉 ChuChu於是揚言要擊灰他們 果然到了預賽當天 拉斯拿下勝利 把劉哈拉的成員Sagi稱讚了拉斯的演奏 而ChuChu也稱讚了回去 在別人的族蟲嘴人 所有把劉哈拉的粉絲都哭不住 對拉斯起起為攻 面對這些批判 卻不表示 我們不會閃躲也不會逃跑 不是 你自己嘴人還把拉斯拖下水 預賽結束後 針對拉斯的網路罵聲不斷 Logo和Paleo為了避免醉糟的情況發生 由於先找到巴流哈拉的Sagi 試圖和他們達成和解 並且請他和憤怒的粉絲溝通 Sagi爽快地答應 局勢似乎朝著好的地方發展 到決賽當天 拉斯再度踏上TOKYO R音樂器的舞台 然後就被巴流哈拉的粉絲罵到臭頭 真不要臉 那叫巴流哈拉的團員幫我說話 達斯不會就是拼裝團嗎 到這些話 Logo忍不住開標台下觀眾 才跟會場勉強安靜下來 不過拉斯充實在修丹尼那一代 大概就是臭名遠部 那麼講完這些對於Michael前輩團演奏的黑歷史 我們再和這次Michael精彩的演奏比較一下 較小猩猩程度的尷尬有了 主唱詩聲也有了 因為吉他手 而和上台時間賽跑的情況也有了 前面舉的黑歷史Michael一次踩了一半 說這場演奏尷尬一點也不為過 至於目前Michael的最新集 個人也想說一些看法 Michael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嚴重 不過在前輩團還是找得到類似的案例 就比如曾經 Yuki娜被經紀公司挖角時沒有直接拒絕 而是猶豫不決 因為這可以幫助她完成自己的目標 而她的目標是完成父親登上費死的夢 不小心看到阿康和林康 認為Yuki娜要拋棄他們 塞尤德之後更是憤怒的認為遭到背叛離去 而Lisa想幫Yuki娜 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成員間就像一盤閃殺 我認為當年為了自己的私情 利用Loselia、Yuki娜 就像現在的所有 而覺得付出很多卻被背叛的殺友 就是現在的阿諾 當年無力幫忙的Lisa 也和現在要投目的選邊站的Taki相似 只不過差別在於 Michael沒有像阿康和林康這樣的人物 能夠真誠地審視這個樂團 這樂團起到微信的作用 就像阿康 他就要看到Yuki娜可能拋棄他們 還是義無反顧的愛著Loselia 雖然如果要解決這樣的困境 我認為Michael必須要有角色成為阿康或是林康 而這個寄望可以放在頭莫莉或是阿諾上面 由他們帶頭至少先保住樂團 至於所有的問題比較複雜一點 只能看似Sachiko或是Mutsumi提醒他 不過比較可能的 就是頭莫莉和阿諾見他一面 用音樂喚醒他了 所有的問題一旦解決 我認為Lana的問題自然就會迎刃而解 另外我看到有些人認為 Michael接下來會走向解散 因為彼此的想法分歧太大了 但是我認為這並不構成一定會走向解散的理由 像我剛才提到的Loselia 他們五人在和解的時候 Sario就有講 抱持的理念不同也沒關係 既然大家都無妨放手 那麼就只能一邊背負一邊前進 看到這裡各位有沒有覺得哪裡似曾相似 沒錯 Michael的標語也有傳達類似的理念 Michaelでもいい Michaelでも進め 我覺得即使五人的方向和想法各異 最後還是會選擇先擱置這些問題向未來前進 那麼要怎麼讓五人有這樣的機會認知到呢? 關鍵就在於音樂 Michael的故事表現確實令人驚艷 不過我認為最後人不會脫離 邦斗莉一直以來的理念 也就是音樂可以超越言語 縱觀邦斗莉的劇情 很多時候樂團出現紛爭 最後都是透過音樂傳達團圓間的想法 來修補彼此的裂痕 言語無法表達的事情 就交給音樂出力吧 那麼前幾天 Michael官方又有新歌推出 那麼頭摸裡會寫的新歌是哪一首? 我想大概是沒有懸念了 我猜所有會因為看到這首歌改變原本的心態 一方面緬懷著Cry Shiku的時光 一方面告訴自己不能停留於過去 接著Arno和Lana 朝著未來前進 不過我的猜測從來沒有準過就是了 各位可以當個參考就好 那麼我是不滅 以上就是樂團的黑歷史 以及我對於最新一話發表的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